哈囉我是Catie 今天呢我是接受雅詩蘭黛給的挑戰 就是這個是雅詩蘭黛的BB氣墊粉餅 那雅詩蘭黛這邊呢給我的任務是 他們希望我在比較激烈的狀況下 測試這個氣墊粉餅的吃妝度 就是他們希望我去從事一些戶外活動 或者是比如說去運動健身什麼的 那要流汗要出遊 然後要被熱到 然後呢運動完之後還要去吃一些 可能就是環境比較悶熱的地方的食物 在這麼這麼激烈的狀況下 測試這個底妝的持妝狀況 那反正我在測試之前 我已經跟廠商料很話了 就是反正我就是如實的記錄 然後呈現給大家看 我不會在整個影片的過程中 做任何的美化 所以今天呢我就是會模擬 夏天你會遇到的狀況 來看這個底妝的持妝狀況 好那我們就先來看上妝 那底妝今天會用到這兩個產品 就是雅詩蘭黛的粉持久BB氣墊粉餅 另外還有這個粉持久的粉底液 那這個粉持久的粉底液呢 它的油感比較低 然後遮瑕度比較高 所以我會搭配這個 上在我的T字比較容易出油的部位 還有下巴 跟就是局部有一些痘印的地方 拍在我要上底妝的位置 就這樣直接用棉花棒來沾就好了 把鼻液 我這個粉底液不會用太多 以免影響你們看那個氣墊粉餅的效果 我就用這樣子一點點就好了 那接著我就用我的Beauty Blender把它拍開 好粉底液在T字打底完成之後 接著就是它用主角這個氣墊粉餅 那它的外殼設計還蠻簡單的 就是一個黑色畫面 然後呢打開來裡面就跟你看到的氣墊粉餅都一樣 就是裡面會有一個粉撲跟一個蓋子 那打開來才是氣墊粉餅的本尊 那我就直接拍在臉上給你們看 一樣先拉 這邊都是還沒有上妝之後 T字有上了一點那個粉底液 那這樣子壓一下 然後拍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它的是 遮瑕度算是比較高的 基本上我的雀斑啊 它是可以遮掉大概五成 算是遮瑕力還不錯 然後它比較不是那種光澤感非常非常的重 它算是比較半霧面半光澤的 看我剛剛拍了這一塊 它的那個光澤感 妝效是這樣 好像我剛剛按壓一下其實 這邊的臉頰就OK了 這樣子 它算是妝感蠻精緻的這樣看 然後不會說很重的油光 就是微微的光澤 看另外這邊 這樣子 反而是比較那種粉霧光的感覺 我覺得現在最近的氣墊粉餅 比較不講求像以前那種很 很囂張的油光 是比較走粉霧光路線的 然後均勻膚色的效果還蠻好的 然後雀斑的部分啊 你們看我的雀斑 其實已經變得非常非常不明顯了 要很近很近才會看到這邊還是有一點點斑點 我覺得遮蓋力算是不錯的 把這邊拍上 現在底妝基本上算是完成了 但因為還有局部有一些比較重的痘印 那我就用這個粉十九粉底液 可以再局部加強 好我現在整個臉的底妝都完成啦 就這樣子 就光澤變得比較精緻 像我一開始臉上本來就有光澤 是因為我保養品差比較多嘛 那那就有點像油光 但是上了之後之後就變成很漂亮很精緻的光澤劑 這樣子 然後啊這個真的完全不黏 一點都不黏喔 靠近給你們看 摸臉就完全沒有那種黏膩的感覺 超級清爽 它清爽到摸起來啊 有點像一般的那種粉狀的粉餅 一點都不像氣墊粉餅 就我第一次用的時候真的有嚇到 因為我第一次摸到這麼清爽的氣墊粉餅 所以如果你是怕氣墊粉餅會黏膩的人啊 真的可以試試看這個 好然後現在的時間是 下午的1點18分 那我今天呢一樣會持續記錄這個底妝的持妝狀況至少8到10個小時 那我先去把我的整個臉妝完成在全臉的妝上好了 今天的妝非常的淡 就是我最後上淡淡的眼妝跟唇膏 我的臉頰部分就跟之前所有的底妝測試一樣 我臉頰部分沒有上修容沒有上打亮沒有上腮紅 就是皮膚這一塊你看到就只有底妝 這樣可以看到最真實的底妝效果 那今天呢我的任務是要模擬夏天的狀況 所以我需要出去從事戶外活動 然後會流汗 會出遊 然後會遇到悶熱 然後這樣子的情況下來看這個底妝持續效果會如何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出去玩一玩之後再跟大家更新囉 現在時間是下午的3點55分 那距離我上妝大概是3個小時吧 然後我剛剛跟我老公去騎協力車 就這一台 我們在淡水河岸騎協力車 那騎了大概一個多小時囉 然後我手裡有流點汗 就你可以看到我這邊有點汗濕濕的 那流汗出遊之後啊 真的沒有脫妝 目前是完全沒有脫妝 然後即使有流汗有出油也沒有浮粉的狀況 妝就是整個還好好的在臉上 好 那現在這個是3個小時的更新 那晚一點我吃完飯再跟大家更新底妝的維持狀況 掰掰 現在時間是下午6點 所以就是距離我上妝大概5個小時了 然後我剛剛去吃傷心酸辣粉 吃他們的酸辣湯麵 所以經過湯麵的蒸氣啊 還有酸辣就流汗什麼的 目前的妝效是這樣 鏡頭上不知道看不看得出來 就是鼻子這邊出油啊 我發現鼻翼有一點點脫妝 你看到鼻翼這邊 兩邊鼻翼都有一點脫妝 有點現出圓形 然後 臉頰這邊啊 有非常非常輕微的浮粉 就是會看起來沒有像剛上上去的 這麼貼合皮膚 有一點點浮在上面 可是沒有到像說 看起來很可怕的整個浮粉 就你要很近很近 超級近才會看到 有一點浮粉的感覺 就是鏡頭上是完全看不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目前為止 持妝度是還不錯 而且今天天氣很熱 就在外面走一下 就流汗 身體都黏黏著 所以 嗯 也就算是還蠻貼近夏天的狀況 好 那我晚一點再跟大家更新 後面大概8個小時的持妝狀況 現在時間是晚上的10點35分 也就是距離上妝已經超過9個小時了 然後 底妝的維持狀況是這樣 我剛剛有很認真的貼照鏡子看過啊 就是 這邊都還很完整 就像我前一次更新的一樣 就是 看起來有微微的浮起 但沒有到我們一般想像的那個浮粉 那樣整個浮在上面 就是沒有像 一開始上上來那麼貼那麼漂亮 但是 維持度還是非常的好 就這一塊而言 維持度我覺得是有90%的 你可以看到我的 雀斑啊 遮瑕度都還在 然後像這邊 你看我原本 遮的痘痘也都是 還遮住的 那比較有問題也就是 T字有出油 然後 這邊 兩 兩側靠近鼻子的這邊毛孔也是 有一點出油然後毛孔就有點跑出來 那像額頭這邊出油是沒有脫妝的 鼻子其實你看到鼻子 鼻頭這邊啊 上面出油也是沒有脫妝的情形 但是呢在鼻翼這邊 OK這樣看得很清楚 唉唷 好這樣 鼻翼這邊呢就是有脫妝 就這邊妝有點溶掉 兩邊的鼻翼都是 那你看這邊毛孔線型 但是我覺得整體啊 持妝度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那像這種 呃 局部有脫妝 其實你可以做局部遮妝 因為像我今天是完全沒有定妝 我就是 呃 氣墊粉餅拍上來之後 沒有再用蜜粉 也沒有再用其他粉類的東西做定妝 像如果你怕你的T字會出油 會脫妝的話 你可以在氣墊粉餅之後 再局部加一點蜜粉做定妝 其實這樣子維持度就會好很多 那像這樣子 其實你正常 人與人的距離這樣看啊 妝是非常非常完整的 然後像我整個眼周的這些遮瑕都沒有掉 然後也沒有乾燥的情形 那其實今天是還蠻熱的 而且我為了測試這個 我都沒有吹冷氣 就是我要測試夏天悶熱 然後會流汗的那種狀態 所以我沒有吹冷氣 那這樣子的維持度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難怪品牌方面 對自己的產品這麼有信心 讓我做這樣子 這麼嚴酷的持妝挑戰 好 所以那今天的雅詩蘭黛 夏天冒汗測試算是成功 掰掰